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今天依然是待在家里面,哪儿也不能去 小区执勤的工作人员对进入小区的车辆和人都进行严格的排查 每个进入小区的人都要测量体温,然后车辆需要消毒 他们每天在那儿蹲手,每天在那儿执勤也非常的辛苦 我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也就不要出门,不去给他们添麻烦了 今天在家吃橘子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可以用这些橘子皮来做一些橘皮水 所以我准备了料理机,一个空瓶子,还有一碗水 现在我先来把这个橘皮切碎,然后放进料理机里面去打 如果没有料理机的话,也可以直接用刀切 切了细一点就可以 趁制作的时候呢,我来给大家说说这个橘皮水的用处 橘子皮里面富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C 氮、磷、还有香精油等很多种的物质 用橘皮水来擦拭花卉的叶片 或者是用喷壶喷洒在叶片的表面 可以让叶片更加的富有光泽,长得更有绿 如果用发酵过的橘皮水来浇花或者种菜的话 也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是非常好的肥料 然后呢,因为橘子皮有一种清香 用橘皮水喷洒在植物的叶片表面或者是土壤表面的话 还可以起到驱虫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橘皮水它是呈弱酸性的 所以可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 对于一些比较喜欢酸性土壤的花卉 还可以促进多开花 比如说茶花、杜鹃花、茉莉花、枝子花 还有辣梅花、桂花等 这些家庭经常种植的一些花卉都比较适合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 就是直接把橘子皮打碎了装起来 然后加适量的清水发酵就可以了 大概发酵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样子就可以使用 用的时候水和橘子皮水的比例也是10比1 也就是说10份的水加1份的橘子皮水 哇,这片白色的是早上煮面的时候顺便做的一点大蒜水 大蒜水的作用也是杀菌消毒去虫 我经常会用大蒜水来对付那种密密麻麻的牙虫 不管是种的花还是种的菜 在牙虫出发期的时候用大蒜水喷洒叶片 效果非常的好 发现有一点点的时候就直接喷洒 这样就不会大面积的扩散成在大爆发了 好了,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风信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给我转发,评论,点赞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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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